昆塔莎真的是变形金刚的造物主 和创世神吗 其实在电影中已经给过我们答案 在变似中禁闭奉昆塔莎之命 前往地球捉拿擎天主 顺便将造物主给予的种子炸弹交易给人类 要知道早在6500万年前的白恶子 造物主其实就已经造访地球收集能力 而恐龙的灭绝也正是一位种子炸弹的偷 将能够轻易毁灭人类的种子炸弹 置放于地球 很明显造物主心怀普特 这也与领袖原则背道而驰 而当秦天柱孤身一人前往母星塞伯坦寻找答案时 昆塔莎却早已等候多事 愤怒的秦天柱拔剑就可 却被骑一张秒杀 此时的他说了这样一句 由此可见他对塞伯塔还是非常看重 从他口中我们也得知了地球就是塞伯坦死敌宇宙大 在他的蛊惑下 秦天柱也最终黑化了 并被昆塔莎打上了代表操控的红色印记 此时我们会发现威震天脸上也有着同样的印记 如果昆塔莎真的一心为了塞伯坦导 那么威震天应该会心甘情愿的臣子 毕竟他的初心是为了修复自己的母星 被奴役也代表他曾同大柱子一样反抗 再结合守护骑士他们所 昆塔莎是个彻头彻尾的广化精 由此不难看出 昆塔莎虽然是造物主级别的强者 但他并不是变形金刚真正的创世人 而是一个纠战雀巢的外来者 也就是类似动画里五面怪那样的角色 只是为了奴役塞伯坦人而已 请不吝点赞伯坦人